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 范例二 脱离速率的范例 那我们在介绍脱离速率的时候说 脱离速率他就是脱离这个星球表面 所需要的最小的速率 他所谓的脱离的意思就是脱离星球的引力 可是引力却是无穷远都可以影响 对不对 引力可以 他的影响范围并没有限制 只是越远越弱而已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脱离呢 就是他物体刚好可以到达无穷远 这样就会脱离引力的掌控 那他会跟你的重力加速度有关系 前面我们有导出他的数 他的公式了 脱离速率的公式就是根号的2gr 那这个g就是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星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那这个r就是星球的半径 那么 所以他其实会因为你的半径以及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而有不同的脱离速率 像在地球上你要到达每秒11公里左右 才可以脱离地球的掌控 但是如果是在月球上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快 就可以脱离月球的掌控 那所以这题是要请我们去比较 火星表面的脱离速率以及地球表面的脱离速率 他们之间的比例关系 那题目给的条件就是火星的星球半径 是大约是0.5倍地球的星球半径 而火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大约是0.4倍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这样子 那么地球上的脱离速率 它就会是根号的2乘上地球的重力加速度 再乘上地球的半径 那火星的表面的脱离速度 就会是2倍的火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再去乘上火星的星球半径 那这两个一比就可以了 就可以比出答案了 所以2比1就可以得到火星的表面的脱离速度 去比上地球的表面的脱离速度 就会是根号的GD乘上RD去比上G火乘上R火 所以结果会是根号 对不起上下颠倒了对不对 这应该是火星的在上面才对 所以是2G火R火 所以比上2GDRD 这样子 那结果呢 火星的重力加速度 比上地球的重力加速度 是0.4 那火星的半径比上地球的半径是0.5 所以结果是根号的0.4乘0.5 所以是0.4乘0.5 那就是0.2 所以就是根号的0.2 根号五分之一 这就是答案 所以如果说在地球表面 你的我们的脱离速度是11 11.2公里每秒 这是在地球的 那你现在只要再把它乘上根号五分之一 那就是火星上的脱离速度 达到这个速率的话 物体就可以脱离火星的掌控